嗨大家好我是小微 我还在成都 本来说的今天要坐动车回南冲的 但我有个朋友他也在成都 他看到我的视频说 他愿意烧我回南冲 但是他的车今天限号要等到晚上8点才可以 刚好我之前的车坏在高速上 如果他载我回去的话 我刚好去我车里可以拿一下房车的钥匙 还有我的奥康衣服 因为那个样品都在那个车放了十几天了 要给厂家邮寄回去 我就在这个公寓等我朋友 他待会也要过来 我还是没有去买杯子 因为我那个小白车上已经有杯子了 就没有去买 所以昨天晚上我还是住了酒店 很多人都在说我房车下面压的千斤顶的是 我以为今天我去买了这个转换器 素材在这个卡里面 结果我去买了还是没有啊 要回到家里才能把那个视频分享出来 确实那个千斤顶在那个房子下面压了几天了 但是被我弄出来了 很尴尬 当时还吓到一个一个路人 明天就可以给大家发那个视频了 今天我还去超市买了东西 因为在这个房间里面到处住的时候需要这些毛巾 脱鞋 买了这些 买了简单的洗漱 还有吹风机 住这个房子一年三万块 只是偶尔来住一下确实很贵 但是现在 带货确实要很正规 必须要公司制的才方便开发票 我之前本来也是在我南充公寓弄个营业执照的 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说在成都注册公司好一点 因为成都长远考虑的话 成都这边各方面就好一点 再加上这个公寓 我租的时候看着他一下签约合同 这个房间房东买成40多万30平 就是说大城市的投资回报比真的很好的 像我老家40多万一个二手房 一年的租金才1万多 但这个就可以达到3万 完全不一样 虽然说以后在成都这边买了社保 我不一定说买了房 不一定说以后有机会 真的有钱买房的话 我也不一定住在这边 只是说如果有机会投资回报比的话 那肯定是比我们南充那边会好太多了 我们长远考虑的话也没什么 反正就是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把这些拿进去 我这个人就必须要给自己压力多一点 才会每天去更新视频 因为这网络自媒体每天被人说的人太多了 包含多到什么时候就连我的朋友都会被他们说 是我的朋友都是要去酒吧 然后吃饭 包含消费都感觉消费起来就是蛮高消费的 说我也不是 哎一说我朋友给我来电话 他应该到楼下了 我去接他 我看到他了 还在这里买咖啡 你还在这里买咖啡 表准他 美女你被人说了 你知道吧 那个 你 不太不错了 被我的网友 说啥 说你一天到处去嗨 你要扮他 表准他 我不要糖 谢谢你的咖啡 你皮肤有点好 我没化妆 都这么好 没化妆有点滑滑 我脸上插了隔离霜的 就是完美 就是他推荐我的完美 他以前用了很多年 那以前 以前有了 我还没推荐的 还没拿了两点 嗯 你用的完美 然后 另外一个朋友也是用的完美 这皮肤真是好 你看连上啥都没差 不慌 你皮肤不慌 有点慌 他们另外两个呢 他待会过来 他们去打酒架 打酒架 已经过来了 看我这些朋友 都是对自己很好 所以接下来我也要对自己很好 对自己好一点那么辛苦 你说打那个酒架 我之前运气好 我去相当打的 嗯 打完了 他们在腾路约的高价 都给了几千块钱打的 但是不得走外地那么麻烦是 嗯 也可以 反正 夺了两千块钱少 一两千块 你打完了吗 我打的四架打完了 但是我的南虫打溜 南虫也用吗 南虫也不打 也不做熟人月的 不好用 妈呀我这个头发 我现在比以前要把他装 现在皮肤好了 那是跟你学的吧 现在皮肤比以前皮肤好小 对 女人不要对自己太差了 我现在用点面膜都是完美的 嗯 完美的 我一直往前给你拿 就是拿那个完美的 我还用我一直用 我以前太懒了 我面膜很多 但是很少我脸上敷 我以前都敷那个面膜 都是我现在要轻快点了 我那个用了好多年了 以前你出来 我给你拿了食用 给你喝回来 全部做 我一样 要抗脸了 是你两年 上年纪嘛 要看摔了嘛 上 哈哈 哈哈 哎哟少了年纪了 来了 以前只需要不睡 现在要抗脸了 东东 要抗脸 王不睡不得行 现在要抗脸了 瞧我们 哎呀难怪天天都有人脚打 我要是中年美少女不要坐大巴 給你看一下 這個就四十幾萬要的不 你上去看好了 你到時候投資業在這兒賣 可以 但是他那個樓梯有點不方便 萬一那個老年人住那兒 帥下去了不得了 一般人可以老年人住那兒 可以嗎 一個人住還是可以 但是人多少天還從九年起 你特別經常到成都來嗎 到時候我把這個床上用品鋪起 你要到成都來你就在那兒住 要的要的 因為他是用你姨媽開門 喂 健身 嗯 自己做瑜伽 都要做我要鍛鍊 因為他肉肉要鬆了 不要貪心 在哪裡我也去 我要開始鍛鍊 我附近也可以啊 我附近過去都是 有沒有辦法扮尺卡 可以啊 我想切油用啊 你後天 切不切油用啊 切油用 對嘛 油用的話可以 太好上座 以後我後面出現一切 那我們切油 我們會切油用 然後切點的話 嗯 可以幫你吃卡利 嗯 好 我接下來要變美 還要健康的瘦 主要是保養 要把臉保養起來 對 要多負面 嘛 你生不生氣啊 不生氣 我不生氣啊 很多人要說 說說他的生氣 看來做小微的朋友 都不是一般人 那個臉皮啊 也不叫臉皮厚 這叫大步 沒事說他的嘛 嗯 沒有人都會被別人說 是啥 我們背後 哪個字背後都要被別人說 嗯 我不怕被別人說 說說他也不怕被別人說 所以我們才能成為朋友 那時候吃不夠 自己小豬肉就吃啥 自己微信無愧就對了 好 就不可能要在美國人看 是不是 微信無愧 人又不是人民 比南國人知道 讓美國人喜歡 是不是 都有人超越你 哈哈 我們還要等兩位美女過來 我們就吃飯 吃了飯坐她的車 然後再去我的小白車 拿一下房車的鑰匙 還有奧康的那些衣服 可能到南村就很晚了 我們在這屋裡等了一會 另外兩個小姐姐也到樓下了 馬上我們就要出去吃火鍋了 明天的視頻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吃了啥 另外兩個小姐姐 還有晚上我們就去我那個車 拿了個鑰匙 明天回老家去取我的麵包車 我就想說的是吧 大家怎麼說我都可以 不能說我的朋友 沒事 說吧 沒事吧 可以隨便說 隨便說 有啥不能說的 哈哈哈哈 我是這種人啊 我是朋友很多 但是我真的沒有一個閨蜜 我不需要閨蜜 我就覺得朋友多進路好走 對 你有閨蜜嗎 沒有 不需要閨蜜 我們都不需要閨蜜 就是啊 朋友多就行了 朋友多就行了 而且什麼樣的人 我們都可以願意跟他成為朋友 因為每個人他都有長短處嘛 對 他的優點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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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子的 再加上我今年要跟很多很多不同的創作者去合作 就 反正我就會希望我認識更多的朋友啦 很給力啊朋友 哈哈哈哈 拜拜 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